圣港镇成立发展委员会 委员会将着眼于基础设施发展 以及使居民生活更便利 日本中部和西部豪雨惩灾并引发土崩 至少49人死亡 50人失踪 160万人紧急疏散 受关洞穴的泰国少年开始缺氧 当局据传这两天 要以团队潜水救援方式把人救出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为了进一步发展圣港镇 圣港镇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 委员会将着眼于基础设施发展 以及使居民生活更便利 李显龙总理今晚参加了圣港 分威民众俱乐部综合设施动土仪式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 圣港的居民目前已达约7万人 圣港镇发展委员会的成立 将能从全方位促进圣港基础设施发展 第一就是托儿及教育机构 第二公共交通及活跃流动性 和第三市政与环境的问题 圣港西居民对发展委员会的成立 表示欢迎 并表示圣港镇仍有改变的空间 新的分威民众俱乐部综合设施 位于分威轻轨站旁 毗邻立大广场的地段 将在2020年与十八沙托儿中心 和小贩中心等设施一起投入运作